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盆石壶呢 是一盆没有名字的秋石壶 秋石壶呢,通常是指在秋天开花的石壶 你看我这一盆呢 有四杆,每杆中间呢都有花芽 其实呢,这几颗石壶的杆子呢 不过是我今年夏天呢 从朋友的石壶那里摘来的顶芽 没有想到在几个月之后呢 都有花芽了 当时呢,在朋友那里看到一株比较大型的石壶 它的花呢,尤其吸引我 因为它的花型呢,和普通的石壶呢不太一样 白色,大花 有没有香味我不记得了 我当时有问它的名字 那朋友告诉我呢 它的名字呢叫魔神 魔神石壶 魔鬼的魔,神仙的神 当时这株石壶呢有不少顶芽 我有幸得到其中的几个 其中的四个顶芽呢 是很完整的顶芽 还有一个是断掉的 但我还是把它种下去了 那现在这个断掉的芽呢 长了一个新芽出来 从底部长了一个新芽出来 那另外的四颗顶芽呢 每一个都长得非常健康 非常茁壮 每一个都有很大的花芽了 事实上中间的这个呢 有两个花芽 根呢也长得相当好 假如你看到的话 是你可以看到 这里很明显 根呢也长得非常不错了 几个月的时间 显而易见呢 它是一株非常容易生长的石壶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神秘 为什么呢 因为回来以后呢 我上网查了有关魔神石壶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资料 但是这株石壶在朋友手上呢 已经种了多年 一直以来呢 这就是它的名字 至于魔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真的是无从得知了 不过呢非常幸运 在我手上只有几个月呢 就能看到花了 如果能看到花的时候呢 那就容易鉴别它是哪一种石壶了 这株石壶呢 应该算是中大型石壶 我的这些小苗呢 从盆底到植物顶端的 大约是一尺长 但是成苗呢 至少要大一倍 那就是说至少呢 有两尺高 杆子本身呢 非常挺拔 在顶端呢 有三到四片叶子 花芽呢 出现在中间 或者说呢 每片叶子的中间呢 都有可能出现花芽 它的叶子呢 是相对来说 比较硬的一类 那如果你觉得这株石壶眼熟的话呢 请你给我留言呢 让我知道它有可能是什么石壶 又或者呢 你可以和我一起期待它的花开 谢谢